今天我来到一间机械人制作公司 看看他们多年来 如何将艺术结合科技 制造不同类型的仿真机械人 最近他们更加首度尝试参与 传统的粤剧表演 随着科技 尤其是人工智能的介入 艺术的定义 是否需要重新弥定 Janette,有否害怕你 真的有点害怕 你好,Din 你好 Din从事仿生机械人 这个行业超过30年 他帮全球的主题乐园 制作每个千件的作品 Din,我看这里也展出了 几款机械人 他们的样子很不同 但他们里面的技术是否相似 其实都横跨了二十多年 不同的技术 最初我的机械人 是用起动去推动的 也是用数据控制的 而这只机械人 已经全部用电控 我们用不同的视副电机 这只机械人 其实已经有几百个零件 组装成的 而动作也有几十个 其实楼上我们有一些 是里面的机械的结构 可以展示给你们看 可以跟我上来看看 由卡通机械人 到近年 远上一部制作仿生机械人 由于港球更高的上真度 要求的技术和工艺 亦越来越高 Ginnect 其实一个头部的机械结构 已经有百多个零件 三十多个动作位 你可以看到 尾部已经有八个动作 正在动作 还有眉 还有眼睛 眼睛也有眼黏的上下 眼球左右的上下 嘴有八个点 它都可以独立每个点移动 其实我表情动作 跟人差不多都很丰富 我也想试试操作一下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谢谢 头部的三四个按针 都是一条眉 只有一点 都可以上下左右动 旁边的两点 都可以上下 而且可以打斜动 我想要做一个 和我平时喜欢做的表情 我想这个应该最接近 我平时主持的时候的表情 也挺像 以前我打算笑的话 最多都是嘴巴向上揚 眼眉可能这样笑 或者眼睛会跌下来 但我看到原来不是这么简单 原来嘴巴的笑 也可以有很轻微、很细微的一些调节 眼耳口鼻也会有很轻微的一些变化 这是我今天留意到的 几个月前 Din有一个新尝试 就是按照粤剧大佬官罗嘉英的原型 做了一个仿真机械人 预备参演传统的戏曲表演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技术 如果我们想去做一个仿真的某一个演员 最好现在已经有一些技术就是3D刷 我们可以掃描了真人 例如今次嘉英哥的造型 我们可以实体地掃描他的样子 然后再在电脑里面做一些修辑 机械动作至到实体动作 都由虚拟那边去先做一次 然后再把东西灌到实体 这一出融合截止戏 音乐演奏和现代是个艺术元素的表演 由于故事情节讲到在古老大宅的角楼 发现曾祖父留下的宝物 所以飾演曾祖父鬼魂的房生机载人 就被安排在剧院角楼位置演出 和观众难免有段距离 比较难看清楚房生机载人唱戏时的 细微表情 不过无论是演员和导演 都觉得这次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现在这个样子 将唐眉画高了 即是眼睛默弃了 但我在大戏里面 我们不是的 我们化妆之前 我眼睛是吊起了 不断吊起了 我下次做的话 我会先吊起唐眉 那我先给他拍摄我的照片 那你变成他画唐眉 他就会画得顺点 画得漂亮点 这就是一个小地方 是支持我们 是不会留意到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 很复仇的编程来的 因为其实他每动一个动作 他里面有很多基件要配合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其实也启发了 不同的创作人员 觉得这件事 其实可以再走前多一步 Din就解释 因为只得两个月时间准备 除了戏曲演员独有的表情 仿生机械人未必做得好 在做手方面也有落差 不过他就觉得这次的机械人 其实也解决了 剧情安排上的需要 佳英哥第一件事就是 他不可能给了这么多时间 每一场就站在桌子上 看着下面的舞台去演戏 因为他的角色正正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刚刚就是这样 用到我们的机械人 当然如果他将来 可以做一个不存在的角色 例如以前李小龙的角色 你没有办法再找人来做的时候 其实机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取代 一个真人的演出 我知道现在的一些表演艺术 其实不多不少都融入了 一些科技的元素 例如一些虚拟的影像 其实之前也有见过 就是上网看过一些片 就是有些虚拟的歌手 在台上演唱 其实很多人就会想 会不会好像取代了人 但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是另一个角度 提供多一个方式 去给大家欣赏艺术 我自己认为就不会取代到人 正当仿生机械人 在表演艺术的应用可能性 仍然有待考验 人工智能参与不同方式的 艺术创作更加普遍 郝艺可教授主导 浸大AI技术研发的工作 最近大学举办的年度音乐会 他和团队就首次 结合AI和真人表演 这些以前都是从研究角度出发 原来我说歌我就放出来 你听听 然后我就写文章 对吧 但是这个跟一个完整的 一个有规模的演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以前不用说跟人一起演出 你就是AI自己演出 那都是不一样的 演出它有规模 它有音响 它有审美 所以你必须把它做成一起 所以这点就很不容易了 机械人说话 可能只是很简单地 拨返之前录制了的音讯 但是要AI情细 好像真人那样唱歌 研究团队就要收集 不同歌手录音 透过演算法 分析声乐演唱的元素 我们做到一个人随便是 比方说我个人 你听我三到四小时 我在讲话 你就把我的声音的特征权学会 然后你给他一首东方之主 然后他就会模仿他声音的 根据他的旋律 把我这个声音变成一首歌声 至于舞蹈的部分 他们又找真人担任舞蹈老师 透过动作捕捉技术 等AI学习跳舞的人 对音乐的理解和表现方式 学习完 AI就会懂得自行篇舞 大学方面希望逐步打造一个 AI艺术创作平台 虽然AI参与艺术创作 理论上是事前经过学习和理解真人创作的方法 不过最近有美国数码游戏设计师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们不能叫工具 一个company 一个伙伴 一个你可以合作工作的对象 没有人机器射程图来 得不到是个没有意义的图 同样没有机器人 也想不到做到这么美丽的画像来 所以它是提升了我们艺术未来的形式 这不是艺术家的死亡 这是艺术家的普及 我觉得无论是仿生机下人 或是以一个虚拟的形式呈现 其实它们和真人真的有分别 为什么到现在很多演唱会 大家还会赶着去买票 我觉得大家是享受现场感 但是为什么一些虚拟现在都盛行 其实除了是一个新的方式 大家可以用另一种角度 或者另一种形式去欣赏一些表演艺术之外 我觉得如何跟观众互动 这个在未来来说 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 就应该也挺受欢迎的 设计这些电动车 其实有一般人駕駛下去就会觉得 好像很顿, 或者很搓 所以现在大部分车 都会弄到它很像一个油车 下一节回来 优先试车会试试 现在欧洲大厂的电动车 在用料和设计有什么特别 就这么看,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研究完研发的项目是什么 让你走近看 咦, 为什么一只用布做的蝴蝶式拍液 答案是他们用了一只智能布料 能够好像肌肉那样弹性伸俗 研究人员解释 他们在布料里面加了用直管做的纤维 用浸筒将水注入 利用液压的原理来控制布料 做出各种形态 另外, 智能布料还可以 好像肌肉那样负重 拉起给自己重192倍的物件 所以它很有潜质 用来制造需要在灾场 捐洞捐捐的救灾机械人 加上布料够远 着上身够舒服 所以也可以用来制造 辅助残障人士走动的 穿戴式装置 或者用于物理治疗的压力衣 不过, 由于系统 雜质要拨着针筒控制液压 所以预计要大约两年时间 才可以无线操控 到时就可以推出市场 有资讯科技界背景30年 駕驶经验的方寶桥 不时都会试新车和写车评 近年他都跟随潮流 转开电动车 优先试车 他会跟我们不定期 试駕各款新推出的新能源车 Francis, 我们今天试什么车 今天我们试欧洲的电动SUV 又是电动SUV? 对, 电动SUV热烈 不过这个SUV很特别 它有很多环保元素, 很值得留意 看看有多环保 好 这次这辆五人车 定位接近上个月 我们介绍的电动四驱车 但跟这辆细电板比 同样是一换一 这辆价钱就要贵大约十万元 这次这辆车厂重新设计全电动车 主要在用料方面下功夫 先由外观说起 车前方的巨型鬼面罩设计 漂亮就见仁见智 但肯定属于高科技 因为所用的防关物料 厂商声称用暖风吹被刮花的位置五分钟 或者在室温摆一天就可以自动复收 不过实情是否真的做得到 我们其实没办法证实 另外 鬼面罩内藏雷达 感应器 中间是辅助駕鞋系统其中一个镜头 骯髒了都可以开盖、噴水清洁 门柄采用隐藏式 伸手进的位置向上就能开门 也可以用手提电话 无线感应开锁和解锁 加上流线型车尾顶等的扰流设计 令它达到CD0.25的低风阻值 打开车门后 看到咖啡色的座位色皮面 上面有个橄榄叶图案 原来是用了橄榄叶分泌物做油剂过程 比用重金属油剂皮夹较为天然 而车中央的真木色面 也是用经FSC认证的可持续树木制成 车厂内拢相宽敞 后座尤其明显 因为电动车没有了死气候和中轴 中间的位置不会凸起 乘客坐下不会顶着后排冷气出口位 说了这么久, 先走一会儿 Francis正在消费者 更关注世界环境污染问题下 一众车厂引入更多环保物料 是大小傻缺 这些地毯是用玉网做的 是 其实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他说全球… 现在还没说到微塑胶 是… 塑胶粒, 小粒粒的 他吃不下肚子 是 这个顺满, 其实原来就是玉网 波棍和座椅设定都以水晶设计 可以记住两个乘客的座椅设定 我多教两教之后 发觉座位还有按摩椅这个装备 这部车也可用手势控制而标板 例如校音响大小声, 转电台等 试车当日, 阳光普照 正好可以示范它天窗的 液晶罪合薄膜 可以按车顶键调校透光度 夹层玻璃令车无感热 现在这些蛇鼠 很热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 因为玻璃大 幸好这部车有特殊的液晶体玻璃 好像那些衣室一样 按按键便会变色 变相可以令车内的温度 即随着太阳的晒晒 并少的 是 我还没有这样 我调了 这样调一调就可以看到 再调一调 好, 它就变成透明 当车行驶时 车内喇叭可以视乎车速 在车内播出模仿内液引擎声 即使一向宁静的电车 都听得出加紧速 顺带一提 车辆有30个喇叭单元 前后座的乘客 都会感受到重低音震动 一、二、三 好, 这些加速就真的像以前 油车是吗? 对 我车里面的感觉就是 这些声音很像即可 以前油车不开得很快 80-100 如果真的跑车有些跑车的声音 走在底层点 底层点 真的打到入车 但这些真的纯粹 做出来 对 让你有感觉 对 你又感觉到 你会带入车车 ج是 因为你有 拖过或者银翔过 或者 银翔过的 低音无级 就算 没什么 不用听什么 Hifi 对 这真是 闭闭啦 一闪走 就可以 这个Hifi 就不会闭上 这间厂过往的油车 而操控力高 变称 转为全面的油车 会不会没出现 那种全面操控感呢? Grancis 认为 就没两扣理 以他作为长期的油车司机 旗号教会传统 原料都很爽似一部很有力量的人 其實像變動車,有好似有壞似的 像變動車,有些人駕駛起來 好像很笨,很瘋 通常這部變動車都會弄得很像一個油車 Francis 則覺得這間廠全新設計的電動車 設計是有大疊瘋 我會覺得它是比其他用油車的品牌做電動車來過 因為它的底盤都是電動車做出 它由油車改出 第一,完全不像油車 第二,它真的照顧了很多電動車 或者波燈的智能汽車所需要的 不像油車 它覺得以中大型車來說 操控上算暢順 但如果是新品牌的話,就要適應一下 這部車是有點大價的 因為這是一個中型,接近大型的SUV 所以你問一般剛巧合牌的人 就未必適合得 要嘗試,其實這不跟電動車還是汽油車 這部車本身也不是小型 所以一般人剛巧合牌 就要練習車 另一方面,Francis覺得 車頭玻璃頭形式顯示和AR擴增 雖然不是電動車專利 但日常駕駛安全不會有幫助 其實看錶板,即使低頭也有點危險 如果可以,我看前面 就看到Helm Display 看到速度已經很足夠 現在就完了 另外,AR的導航其實也挺有用 有時候看完導航,地圖是平面的 平面的地圖裡,有時看到 但是路不是平面的 可能有些橋上下下下 你看到在西九那邊很多 如果有個地圖即場可以增強實景 用AR給你,可以看到 究竟我應該是轉邊 轉左,轉右,定上,定下 如果是做得很準確的話 我覺得對導航來說是安全很多